嗨朋友们平安我是宣哥 要跟大家分享自媒体零基础小课堂 我将用十几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我的经营小心得 以及帮大家看看 你为什么要经营自媒体 第三个谁适合经营自媒体 第四个该如何开始 我给大家一个经营自媒体的大框架 这样做起来你也心里有个底 大概怎么做往哪里发展 好吗开始我们先来看个影片 这个影片是可能很多朋友 在网路上第一次看到我的影片 因为这个影片它在TikTok有59万播放 在Instagram有713万播放 现在应该不止了 我一段时间没有更新 在那之前我陆续有1万30万 几十万的影片出现 但是真的第一次到700多万 我们先来看这个影片 我跟大家分享婚姻幸福的秘诀 兄弟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婚姻幸福的秘诀 你说的都是错误的 做的都是纯 所以你真的觉得自己取到一个小杂宝 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说 丈夫要为妻子舍己 如同耶稣为我们牺牲自己一样 我又不是耶稣开什么玩笑 所以我们要经常祷告 求耶稣帮助我们更像他 对吧 亲爱的 给你买了一杯热拿铁 热热喝快快好 谢谢 这个是婚姻幸福的秘诀 好 这个影片我真的觉得 它让我学到好多好多 我的Instagram TikTok叫轩哥尬聊 你可以关注一下 你可以看到我更多的作品 其实这里面都有很多的美感 值得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这里面我学到第一个最重要的是 A气话包B气话这个概念 什么意思呢 我用讨大家喜欢大家想看的 夫妻吵架 蝶对蝶啊 老公骂老婆小杂母啊 说出男人的心里话嘛 我用这样的A气话来包B气话 B气话是什么 是和神心意的婚姻 这样A气话包着B气话来上菜 好嘛 如果我今天直接讲说 圣经告诉我们的婚姻的秘诀 是怎么样的 我直接讲道理 可能流量三五千一万就紧绷了 但是呢 我用A气话包B气话这样的做法呢 让这件事情大家喜欢看嘛 这个外表 然后大家就开开心心把它看完了 就像我太太很会用蛋包饭 来把各种营养都把它煮在一起 然后咖喱淋上去 小孩看得开心 就是不管他里面 平常会排斥的什么蔬菜 牛肉什么全部都给他吃光光 为什么 用他喜欢的外表 这个界面来包真正有营养的东西 然后输出把它吃光光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 要做的重点 其实从以前我在做 新媒体福音的时代呢 这个观念呢 其实就一直在应用 我今天分享很多内容 可能也会一再的提到我的信仰 如果我们信仰不一样的话 请你也别介意 你可以去思考去学习说 他怎么样透过 因为一般讲信仰 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无聊 或者是 至少没有那么有趣 但是我是怎么样用有趣的方式 去分享重要的理念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学习的 圣经里面有个使徒叫保罗 保罗去到希腊 跟大家介绍我们的神 他就看到 大家希腊人很迷信 这什么神都有 其中有一尊神叫卫士之神 就是我们还不认识他 但是应该有一个这么重要的神 所以他们就设了一尊叫 安隆仰 保罗就抓住这个点 就跟他们说 希腊人我跟你说 这个卫士之神 安隆仰 就是我们创造天地的耶和华 就跟他介绍我们的神 太棒了 希腊人关心的这个点 就是他们的A气化 保罗就来把B气化 真正重要的真理 把它传递出去 所以一样的A气化 包B气化 保罗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 保罗是罗马人 但是他去到希腊 要讲希腊话 同样的我们各位你有什么理念 有什么好的产品 你去到进入你要影响的市场 对象里面 你要用他们的语言 说他们关心的这个点 过去我曾经在 我们的很多的新媒体事工里面 也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把福音做得更好 消化 更可口可爱 让人看了觉得 嗯 不错 这样来接近神 这是保罗示范 给我们很好的原理 但是到短影片时代 这一点呢 我做了就更极致 更到位 简单讲就是 因为短影片是这样的 前面两三秒 看不喜欢就滑走了 好 所以呢 我更是在短影片的时代 把这个A气化 包B气化的概念呢 做到非常的彻底 因为呢 吸引出人家的眼球 你才有机会 去分享重要的东西 后面如果有机会 你上我更进一步的课程 我会给你看 其实从后台 我们就看得到了 人在第三秒 第五秒就跑掉一大半 甚至 看完的人只有5% 其实你会发现 那我前面讲那么多干嘛 所以呢 A气化包B气化 是我要跟大家讲 最最重要的概念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严喜轩 我做唱片做了十几年 右边这一张呢 是SHE呢 刚出道的时候 然后呢 动力火车也是 我为他们写的十几首歌 有很荣幸 参与在很多明星歌手的作品当中 我在大陆住过八年 等于是唱片公司 在大陆的代表 后来也创业 投资等等的 那段时间 其实我学到很多 然后尤其很多的行销思维 都是在那时候建立的 非常好 十年前回到台湾 我用彩色笔画了一个影片 叫梦想DNA 它在两岸呢 就这个播放量很大 影响蛮多朋友的 所以也开始有很多的保险公司 业务单位找我去演讲 开梦想课 所以左边这个照片呢 就是我到处在开梦想课的过程 然后我还陆续开发了 领袖DNA 幸福DNA 这几门课程 那因为我们经营的 Line YouTube等等 福音频道 到达百万粉丝的规模 所以我也经常在讲 Line行销 Facebook等等的数位行销 所以我教过的行业 至少上百种 所以开课讲课 成为我近十年 很重要的工作之一 那另外一个身份呢 就是机构的创办人 我也创办了包括 祷告时光 晚安好好睡 陪你读圣经等等的福音事工 所以我一再提到信仰 请别建议 因为我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工作 就是我信仰的推广 你就去看 怎么从这里去学到 去推广你认为重要的产品理念 价值等等 好 接着讲这支影片 我第二个收获就是破圈 帮我写下来破圈 破圈什么意思呢 就是突破你的同温层 过去我们在做信仰类的账号的时候 我们可能有七成的用户是基督徒 另外的三成呢 是有兴趣的这个木道友 并且呢有八成以上是女生 男生不到两成 这是我们所有账号的特性 但是做到宣哥刚好 这个账号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非常开心的是 基督徒朋友大概只有占三成 然后呢 非基督徒朋友但占到七成 这是我可以很明确感受到的 像这个夫妻类的东西 他不限敬仰啊 大家都有共鸣 有很多的人都想骂太太小早报 对不对 所以我就破圈了 我如果今天谈的是信仰 可能来的都是一些疑心朋友 那在你行业里面也是这样 如果你今天谈的是 比如说你谈保险好了 你发现会关注这个hashtag都是同行 有很多同行家里为粉丝 没有意义啊 所以要怎么破圈呢 就是呢 去做你的准客户 会有兴趣的主题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 我破了两圈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 这个影片七八百万的播放量 这里面有九成的人都不是基督徒 所以我对他们起到了一个影响力 我不是要promote我的信仰 而是你要去想 这些准客户原来不是我的客户 我要怎么样去接触他们 好 第二个我破了一个圈就是 原来我们的各类型的信仰的福音账号 用户呢 八成以上都是女生 那这个账号 我做到男女比例一半一半 为什么 你看我的留言就知道了 很多男性朋友来留言说 哎 兄弟啊 你还活着吗 兄弟啊 你膝盖还痛吗 什么台中代表上香等等的 就是他们觉得我挂了这样 所以那种brotherhood 兄弟之间那种对话就出来了 就是我有很多的男粉 甚至我学到很重要第三件事情 就是成为这些男粉的代言人 把写下来三个字代言人 我们以前在做唱片的时候 很重视的是 这个歌手他唱出谁的心声 成为谁的代言人 同样 我会在这支影片找到一个 我很清楚的定位 就是我是爱家男性的 有趣男人 这样的代言人 可能很多人他爱家 但是有点怕老婆 有点爱小孩 但是又跟他相处不太来 这样的重年男子 我正好代言到大家的心情 所以当你找到一群人 成为他的代言人的时候 你后面要拍什么就很清楚了 这就是朋友型人设 最简单有利的做法 关于人设我们下集继续分享 请点我主页家影响力学校为好友 点教学影片看下集